藝術高于梦传等来向大家介绍这厨厨的創作 使用马刀24种的头状 修处在了宣纸顶面 这厨大行创民争地和三家里面的争地藝術作品 断了观众也不同时观察头状和人一起环境之间的关系 我本身是陶一家 在长年观察陶瓷这个材料的时候 我发现它陶瓷土啊 在每一个阶段的它的颜色都不一样 它树烧之后颜色是一个颜色 那又烧的话看似要氧化或是还原烧 反正烧的方式也会影响土壤的颜色 这次我想要呈现这个材质就是土 它最原本的颜色 所以我这次就不能 我想我不能用烧制的方式了 那既然不能用烧制的方式 我就一定要想另外一个方式呈现视觉效果 这次的材质在华道中亚注尊的时候 发现头上跟咱们区人文三要发电数有很大的关系 引出种头本性颜料 再又运用宣纸在上面装作 因为我之前这个展览的材料 它就是两种 它就是宣纸跟在地图这样子 那这个组合是我第一次 完全是第一次做在种野 那比较困难的地方是刚开始前期的时候 我其实蛮焦虑的 因为我试了一些 那可能它的视觉效果不如我的预期 我就会开始担心 担心之后又会更努力去做更多实验 有点像是在一个大海或是大池子里面 试着捞一些什么东西的感觉 电浪中的气息到6月25号 并将不红到中亚的文章心 分享艺术家的创作 思考人 地还有投影机间的关系 南天是无聊的双眼 没有到彩虹报道 那么就有点了 然后我会变你的 你比较好